好那今天非常開心 也非常歡迎大家一起跟我們參與 新年好愛度假打工宣導會 那希望今天主辦單位所安排的活動內容 都能夠讓大家獲得實用的度假打工資訊 收穫滿滿滿載而歸 那活動開始我們要邀請到我們的主辦單位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王佑金王科長 上台跟大家講幾句話 請大家熱烈的掌聲歡迎 各部會代表駐華使節以及現場的各位青年朋友 大家好 那首先先歡迎各位今天下午來到我們 度假打工宣導會議的會場 那為了服務我們北部地區的朋友 我們除了在7月22號在台北市辦 第一場的度假打工宣導會之外 我們今天幫我們整個團隊拉到新北市 希望可以提供給大家最新最完整的 一個度假打工資訊 青年走出台灣把世界帶進來 是我們一直的期待 那我就聽過一位青年朋友精彩的分享 他是這樣說 走不出去眼前就是你的世界 走得出去世界就在你的眼前 那度假打工是近年青年人選擇出國 一個非常熱門的選項 那我們除了非常開心 也非常歡欣地祝福各位青年人 勇於走出台灣做一個國際交流之外 也更要提醒各位青年朋友 要注意自身的權益 那也因此我們跨部會組成了一個 度假打工的協調平台 包括我們的外交部 勞動部 交通部 經管會 以及衛福部 還有僑委會 我們都在這個團隊裡面定期的開會 定期的去調整更新我們的相關政策計畫 希望可以有效的維護各位青年朋友的權利 而教育部則是負責宣導會議的部分 那也因此我們今天就召開這個宣導會議 那把我們整個團隊拉過來 包括我們稍後會有整個外交部的政策計畫說明 以及我們駐華使節的資訊分享 還有我們度假打工青年精彩的一個經驗分享 那希望可以提供給大家一個最完整的資訊 那在場的各位相信都是非常有的夢想 也在規劃下一步要怎麼走喔 那度假打工其實就是透過這個機會 可以讓我們再思索看看 我們下一步可以怎麼走 包括我們可以做一些在學期間 可能沒有學過的事情 或者是工作期間沒有做過的事情 或者是我在台灣看不到的東西 可能都可以透過海外度假打工 看到一些之前沒有看到的 做了一些之前沒有嘗試過的新鮮事物 那甚至可以透過度假打工去思考看看 我人生的下一步要怎麼走喔 那人生絕對是有夢最美的 我們也期待大家可以逐夢順利 所以期待今天透過一系列的一個資訊 以及知識的分享 可以讓大家收穫滿滿喔 那也要祝福大家下一步的人生路上 有夢最美 逐夢順利 那也期待大家今天可以滿載而歸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楊科長 那接下來我們要邀請到 外交部公眾外交協調會的 陳剛毅 陳富三市 海部辦事 來為大家介紹部價打工的資訊 那請大家願意掌聲歡迎 教育部網課長 波蘭貿易班處 巴特斯牌 副代表 澳洲班處 同志協力合作 尤其感謝教育部及中華民國青年創業總會 連續兩年妥善規劃 讓這項活動越辦越好 今天看到這麼多的青年朋友 有約出席 充分感受到我國青年世代的活力 以及願意接受挑戰 追求自我成長的勇氣跟精神 那青年度假打工計畫 在行政院的各政府所做的各種民調之中 是最受民眾歡迎的政策之一 今天我們其實事實上邀請了很多位 這個度假打工的 就是之前你們的前輩 其中有一個還是度假打工界的名人 曾經在澳洲當街頭的藝人 他是非常厲害的一個畫家 那他除了賺除了他的旅費之外 他也受邀在莫勒本的餐廳 為他的那個餐廳 為那個老闆的餐廳作畫 那用他自己的一技之長 在度假打工 開啟了他人生的另外一頁 那另外也有兩位年輕的朋友 會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他們在當地捍衛個人勞權的經驗 那各位在以後如果說有機會出去度假打工之後 如果遇到一些就是 有一些跟老闆之間的這些糾紛的話 那希望你們也會可以利用這個 我們話交付網站上 還有各部會的網站上一些就是申訴的這種機制 還有我們駐各國的這些代表處 那可以去幫你們去爭取一些權益 希望不會遇到 那最後的話 感謝各位 今天禮拜五是一個週末前夕 來參加這個宣導會 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然後幫各位規劃出度假打工的這個 美好回憶 那 等一下的這個座談會也希望你們就是踴躍的發問 然後跟大家一起來交換意見 祝福各位快樂出國平安回家 那接下來我來做一下這個 這個度假打工計劃的這個簡報 那我們其實這個計劃 就跟教育部份都不會來推 就整個政府在推這個計劃 是希望我們年輕人可以利用就是有限的時間內 然後就三到六個月啦 就是一年或兩年之間來進行所謂的撞游 撞游的意思就是當你去走完這趟旅程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自己跟以前不一樣 就是你爸媽你旁邊的人都會發現你長大 那這個過程可能是很辛苦的 那可能也有點危險 那但是就是當你能夠度過平安的度過這樣子的一個階段 一個撞游的行程之後 你會覺得你自己跟以前不一樣嗎 別人也會覺得 這位的話就是 就是莊諺偉小姐 那這個是他度假打工的經驗 我相信各位同學如果對這個度假打工有興趣的話 我相信你們都對他們都不陌生 那現在我們度假打工總共就是外交部跟 就是以外交部作為平台跟15個國家 簽有度假打工協定 那法國是最後一個就是8月8號開始 實施了 現在已經都開始實施了 那這15個國家他們的規定不同 有的你看這些年紀啦 或是說申請的文件啦 條件 或者去那邊能待的那個時間都不同 那這是外交部為了就是這個計畫 所設計的一個單一的網站 這個網站跟就是他會連結到各部會 其實是各部會的資料我們整合在一起 所以說你們如果說對他打工有任何問題 你可以在這邊多數可以找到答案 如果沒有辦法的話你可以跟我們聯繫 或是跟代表處聯繫 那現在這些網頁通通都具備有所謂的這個User Friendly 就是你用這個手機的瀏覽的方式都可以瀏覽 其實都很方便 你們可以多加的運用 那剛才有提到所謂的申訴的問題 各位如果說在各國你們打工的時候 遇到一些問題的話 你們要申訴 一些老闆譬如說不給薪水啊等等 那你們可以透過這個網頁 可以找到這個申訴的管道 他們上面有一些聯繫的窗口 他們可以幫你 國內的申訴管道 譬如說你如果在國內 你透過一些這個仲介啊 去幫你仲介到國外去度假打工 然後發生一些問題的話 國內的話你可以跟老東部聯繫 那是網站上都有這些訊息 你們都可以直接跟他們聯繫 那現在我們要講到一點 因為我們的度假打工人數最多的人 我們一年大概有將近三萬個同學 年輕人在國外度假打工 兩萬多個 那差不多絕大多數 大概百分之八十九十都是在澳洲 那澳洲因為它是佐駕 然後地點非常的遙遠 它那個國土的面積非常的大 那人口跟我們差不多 可是這個土地面積是我們幾十倍 所以說就是交通安全就會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在國外 就是駐澳的駐澳洲的各代表處 班人數在處理 很多的即將救助 絕大多數都是交通安全 因為我們的同學在年輕 就是說因為在台灣並沒有在開車 那出國它又是佐駕 它整個那個車子的車型的那個方向 跟我們又不同 那如果說你沒有足夠的駕駛經驗 在澳洲開車就很小心 我們這邊就是有一些交通意外的這些實力 我們希望各位平平安的出門 就是快快在那邊出門 平平安的回家 因為在澳洲 你如果要去吃頓飯 如果同學到隔壁城市 要你去吃頓飯 你一個人要開300公里 500公里 可能你台灣繞一圈 可以吃一頓飯 跟我們台灣的情形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疲勞駕駛 還有這個坐駕 還有就是它路上不會有什麼燈光 你可以想像 所以說這個交通安全 一定是各位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然後你去那邊租的車子 使用的車子一定要比較新 然後最重要是保險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最近有發生一些案子 我相信各位報紙上都有看到 就是電信詐騙 或是被人家帶毒品 還有所謂的簽證目的不符的行為 這些東西以電信詐騙最嚴重 毒品也是 就是希望各位同學 如果有人打電話給你在澳洲 或是在台灣說有什麼多好康的 千萬不要 為什麼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的父母兄弟姐妹 有接到我們警方或是台灣的 我們的外交部通知 是涉入這種案子 你可以想像你的未來 會有同學的幸福 從人間到天堂的距離還好 可是如果你掉入地獄之後 要再爬回天堂 那是真的是要花很大的勁 幾乎是很難 你只要一旦有紀錄 這一輩子幾乎都會 所以沒有那種所謂的 廣話和客戶家的東西 沒有這種東西 沒有說你去打工 一個月可以零二十萬、三十萬 這個世界上沒有這樣子 所以千萬記得 不要去從事非法的行為 特別是像毒品 像電信詐騙 這邊就是看到了 就是前一個案子 有19個社安國人 這些人回來之後 也都會列入紀錄 千萬不要 這會影響到這些年輕人的一生 然後孕毒 也你看這邊有個案子 其實最近我們經常說到這個案子 有一些年輕的同學 他們就是收到電話說 你幫我帶什麼東西回去 就給你二十萬、三十萬 你聽起來好像哇塞 這天上掉下來的 可是一旦出事情的時候 那個可能都是重罪 在澳洲重罪、在台灣重罪 有的國家甚至是要死刑的 千萬要記得 別人就是跟你講有什麼好康的 脫離帶什麼東西 你特別是不熟的人 千萬不要 好這裡就是我們提到所謂的 從事與簽證目的不符的行為 就比如說你去度假 你去拿的簽證是所謂的觀光簽證 那你去那邊 比如說你拍攝這種結婚照 你有收人的錢 這樣子就不符合這個簽證目的 像這樣的情形 其實在各國它有自己的權制 自己的權限 就是它主權的行為 它會認定說你這個是符不符合 如果你是去觀光 單純觀光發錢 他們很歡迎 可是如果像這個樣子 可能就會牽涉到他們當地的法令 他們當地的法令 你要從事這種收費的這種 這種像新娘禮服的這種拍攝 可能你就必須要復活當地的法令要繳稅 然後這裡我們要特別跟各位報告的 就是說你們出國的話 一定要去買保險 我們是希望你們買足的保險 外面的攤位裡面也有一些保險公司 他們會給你們介紹一些產品 你們就是參考一下 我們就政府的立場 是希望說你們出去 比如說180天或是365天 你們保足這些保險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案子 我們在國外就是各代表處在辦理這些 緊難救助的時候 有的小朋友或是有些年輕的人 他們沒有保險 在國外的醫療是非常貴的 不是跟台灣一樣 各位出國也要記得 國外是國外 台灣是台灣 不要以為說你去台灣 看個醫生 掛個號馬上醫生就會幫你看 今天又會幫你看 像英國有的國家 他可能要約10天以後 20天以後 你病都好了 對啊 他都還沒時間幫你看 然後非常的貴 非常非常非常的貴 有些國家那個 就是動一個手術都幾十萬 甚至上百萬 所以一定要保險 然後一旦有遇到 我們就遇到過 在部裡面 我們遇到過很多 像這樣的案子 就比如說他攀岩 在台灣你要攀岩 你跟他爬到中央山脈去 在澳洲可能你家隔壁就是有一個 就可以攀岩 攀岩你看他這樣骨折 他就用醫療專機 他其實是拆掉六個座位這樣子 然後運回來就要花220萬 那當事人沒有保險 所以說 就他對他的家人 就造成非常大的這種負擔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黑工 通常有契約的 簽契約的 依照當地國的勞動的 勞動法律去簽了契約的這種勞動 比如說你薪水多少錢 你每一天上班的時間 加班等等之類 這個就是所謂通常都是比較 有可能是合法 比較多是合法 可是如果說口頭上跟你講說 我一天給你一千塊錢 兩千塊錢 或是一萬塊錢 可是到時候薪水沒付你 這個就是黑工 就是他並沒有依應學 就是依著他當地的法令來進行 那我們是希望說 每一位年輕的朋友在出去打工的時候 都不能夠是合法的 所以說千萬不要去打黑工 就是人家跟你講說 因為你打黑工的話 他也簽罰到保險的問題 你在當地國的保險 以及在台灣的保險這些 你譬如說 等一下會有案例 就是你去打黑工的時候 手指頭斷了或怎麼樣 那你配上起來的話 可能有跟沒有就會差很多 那麼這是我們勞動部的 這個就是就業服務機構的查詢 就是你們要 如果說有人要介紹你去日本打工等等 他上面你可以查查看 你看那個公司是不是合法在台灣的 那如果在國外的話 你就依照當地的法令去查查看 那家公司是不是合法的 那他跟你簽的這些契約是不是合法的 你們也可以互相之間彼此聯繫 那這邊有一些案例 就是雇主只是跟他 跟打工 肚子要打工的 你簽人說 我一個月給你1700國幣 那到時候就給你零塊錢 沒有錢 沒有錢給你 就會產生一些這種糾紛 所以說最好是有契約 不是最好 應該要有契約 這是澳大利亞 你看切斷了小指 手掌 就是歌商 那好在他這個是一個有契約的 所以說他澳洲有一個叫做 Walkup的這種制度 來幫你卡的 幫這些年輕人卡的 所以說就可以 他就可以免出這些幾十萬 甚至上百萬的飲料費用 你如果等一下我們澳洲的時間 他們也會介紹 他們會做比較更仔細的介紹 那 這邊另外一個案例就是在澳洲的 如果說 就是說你有遇到任何這樣申訴的問題 你也可以來問問看我們住5號的代表處 或是辦理處 來看看說他是不是合法 應該要怎麼樣的申訴 這個的話是我們外交部的出國登陸 這個登陸的話不僅有契可以領 就是你出國的時候 你如果到外交部這邊登陸的話 他會發檢訊給你 發LINE給你 用LINE發給你簡訊 如果你在任何你可以知道說 你們附近是不是有恐攻 是哪個地方有 燈號有提升啊 疾病啊等等之類的 我們會 外交部也有 在調整這些燈號的時候 會發錢訊給你 那你留下資料之後 我們也可以找到 如果說有什麼樣的狀況 需要通知你 或甚至說舉辦什麼活動 在當地舉辦 比如獨家打工青年的這種座談 或者大家互相的業餘會 他們就個通知你 我們最後就是要叮嚀各位 就是不非法打工 不打黑工 不與其停留 不酒駕 不超速 不從事危險活動 不收來路不明的包裹 然後我們要五個要 要注意職場安全 要遵守當地交通法令 要構築醫療及傷害保險 出國登陸 跟家人保持聯繫 要不然你的家人 會打電話到我們會叫 不然你說你在哪裡 我們也真的不知道你在哪裡 如果你沒有留下任何資料的話 這個是我其實也是一個業餘的畫家 這是我在2005年在紐約畫的一幅畫 那我其實是一個高中退學的學生 然後再來我執校 我遇到一個很好老師 他跟我講了一個故事 我後來念了專科大學研究所 有的有畢業 有的沒畢業 那我執校的老師跟我分享一個故事 他說你如果留在嘉義 你可以看我的身材 我有193公分 我是可以灌籃的 我是正大的南球小隊的中風 如果要叫我布籃球隊長 那在他說我如果留在嘉義 你是一條大魚 那我如果留在鄉下 我真的是一條大魚 但是如果有一天被游出去 游到世界各地去 當有一天你長得夠大 當你游回來的時候 你會變成一條就像這樣 金魚 而不是一條 只是一條 家鄉裡面的 湖裡面 河裡面的一條魚 那各位未來的旅程 就會像我的這個旅程 我現在已經去了70幾個國家 以後還會有一個作品給各位分享 那這樣後來很多人 也把它拿去用在其他不同的地方 我相信你們可能會覺得有點面熟 其實這是我在紐約任職的時候所畫的 那我剛剛所分享的就是所謂撞游的這個經驗 也就是說各位現在決定 可能要決定要出去一趟撞游 那這個海中 它其實是充滿了很多的危險 可是也充滿了很多的驚奇 在這趟旅程裡面 你們一定會遇到很多願意幫你的人幫你參加 那當你們有一天游回來的時候 我希望你們都能夠成為一條 就是像這麼樣漂亮的金魚 那你們代表台灣 你們都不論你們走到哪裡去 你們都是代表台灣 就跟我們台灣的外交人員一樣 人家看到你就是台灣 那希望你們這一趟的撞游成功 然後平安歸來 然後長成也好 非常大的運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陳剛藝、陳副三信和胡幫師 帶來很多實用的資訊 那我們今天的活動相當地精采 那接下來我們會邀請到四位青年朋友 那他們本身都是有到海外度假打工的經驗 那稍後他們會上台跟大家分享 他們的生活點滴以及故事 那首先呢我們一開始邀請到的是 到澳洲度假打工的莊惠如莊小姐 請大家樂隊掌聲歡迎 大家好 我是莊惠如本 那個英文名字叫做貝歐 記得是貝歐 不是貝拉 所以大概要再三強調 因為有時候有人聽完演講 然後到我的粉絲頁留言 還是把我的名字寫錯 然後我先大概自我介紹一下 因為這邊我之前也是有看到我的經歷 是有去過澳洲打工度假 然後我有去德國打工度假 然後我打工度假的旅程 跟大家比較不太一樣 因為我是沒有給雇主雇佑 然後我也沒有去找工作 所以說大家 可是我還是一樣可以在國外 靠自己去謀生賺錢 因為我那時候到澳洲的時候 一開始是先遇到台灣人 在街上講話 但那時候在那之前 我有先掃街去投禮 去找工作 就是一樣 我那時候想說我要去做服務生 或教掌 就一心一意想要做那個 可是當然就掃街投禮 在找工作期間就找了兩三天 那我遇到一個餐廳的老闆 就直接跟我面試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哇太lucky了 因為通常說 如果你直接遇到manager的話 他搞不好跟你面試 他就會雇佣你 所以我那時候跟他面試的時候談完 他每多久他就打電話給我 那我想說哇 我可能才去三天我就找到工作 然後當然他結果他打來 他就叫我跟他出去喝酒 他就是找我約 我跟他出去喝酒 他不是要給我工作 他說他餐廳其實沒有缺人 那所以他其實那時候面試 全部都是在講假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怎麼才剛去沒多久 就遇到這樣的事情 然後我就繼續用在這 繼續找工作的時候 我就在街上聽到台灣人講話的聲音 然後我那時候才跟他們聊天 然後他們把他們交住 然後但是你知道找工作資訊最好的就是 靠人家介紹 不然就是有前輩去指導你怎麼去找工作 那當然那兩個人他就是已經來澳洲 已經一年多的時間 我一知道以後我就開始一直問他們 關於找工作的資訊 他們也就這樣知道說我會畫畫 然後因為我前面有些我自有介紹 是我是從小就很喜歡畫的 然後我也是科班出身的 然後我在去澳洲之前 我是一位工業設計師 然後也有得德國瑞大工業設計獎 所以那時候我出國的時候 我那時候覺得說 我是真的要給自己一個修登人 想要做不要動腦的工作 可是他們知道我會畫畫的時候 他們是建議我說 那你幹嘛要找工作 你去申請街頭藝人執照 直接去當街頭藝人 幫人家畫圖就好啦 當下他們跟我講的時候 我是極力的很反彈 我是說我不要 因為我一直記得我們高中的時候 看到老師在叫我們畫人像 那時候老師叫我們畫人像 我就覺得哇好厲害 老師畫得好厲害 畫得好好 我就問老師說 老師你要不要去結帳幫人家畫過的圖 那老師是回我說 我還沒有輪落到那個地步 所以當下 他這樣叫我去街上畫圖的時候 我想說完了 我輪落到那個地步了 我原來要到街上畫圖了 那時候我還有很認真地思考 然後又回去傳訊息 問了我們以前同學 然後大家就問說 如果我去街上畫畫的話 你們會不會瞧不起我 但我們同學們就是很鼓勵 我說你就試試看 所以我一開始去澳洲 我真的就開始申請街頭藝人執照 然後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街頭藝人 我那時候我都永遠都永遠都會記得 那第一天擺攤的模樣 因為你知道當街頭藝人其實 在那也是在台灣 你不肯當街頭藝人 如果除非你是真的是專職的街頭藝人 所以在台灣當設計師的時候 設計師是在辦公室裡頭工作 等於說我擺攤然後坐在地上 我這輩子就從來沒有做過這種 拋頭露臉的工作 所以我坐下去 我就頭都不敢抬起來 我就一直低著頭 然後一直削鉛筆 可是我鉛筆又只帶兩支 因為我那時候完全沒有想到 我要靠畫畫尾聲 所以我就帶了很簡易很簡易的畫劇 到了澳洲 我那時候想說要把那些畫劇 做很愜意的 放假去寫寫神話畫圖 然後沒想到要靠這個尾聲的時候 我畫劇完全都不足夠 所以我開始就跟我爸媽講說 快幫我寄我的畫劇過來 我第一天擺攤賺了一百多塊澳幣 在一個下午 然後他們就說 哇 那可能只是巧合吧 你真的要靠這個賺錢 然後要不要繼續找工作 但我還是想說我還是繼續試試看 所以我每天都還是要照樣擺攤 收入是都還滿平均的 至少一個下午 因為街頭的人都要下午工作 一個下午都會賺一百多塊澳幣 然後我也特地請我媽媽寄了一面 台灣國旗過來 所以我就把台灣國旗插在檳位上 因為是為了避免跟一些阿劉亞 他們過來我檳位都會問說 欸 你也是中國來的 然後當我如果我講說我是台灣的時候 他們就會臉很臭的就離開了 所以我想說我乾脆插個旗子 你們就不要再再來問我 我是哪裡來的 所以反而因為這樣子 會變成很多台灣人過來跟我打招呼 然後我的攤位就變成 很多台灣人的聚集點 曾經有朋友 他那時候是打電話給我問我說 欸 貝爾 你有沒有要去街上擺攤 我說有啊 他說 我說什麼事嗎 他說沒有啊 我只是跟我朋友約在你們的攤位後面 所以我攤位變成一個台灣人的聚集點 然後我所有的朋友都變成 都是我在街上撿來的 都是在街上 然後大家都在我台灣上交一番電話 然後當時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我有沒有可能只靠畫畫 完成整個澳洲的旅行 所以我就在一個層次 我大概最多會大概 很多三個月 不會超過三個月 有的地方還一個月或兩個禮拜就會離開 因為我想要想說 我要靠畫畫環澳 然後邊畫邊旅行 所以我後來到了墨爾本 我從博師然後又到阿德雷德 又到墨爾本 然後就這樣一路逆遲中的環澳 到墨爾本的時候遇到那個餐廳老闆 他還叫親母去畫他們餐廳的壁畫 所以那時候 他一開始只叫我畫一幅畫 兩幅 然後我完成兩幅畫以後 他又開始追加 那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一直到畫了 在他整間餐廳畫了九幅畫 他又幫我介紹給他另外一個餐廳朋友 也是開餐廳的 然後也是在墨爾本 然後在那邊畫了壁畫 然後同時我也有因為就是畫畫的關係 然後在那邊教學生畫圖 然後入住跟人家做食宿交換 然後住了三百坪的豪宅 然後我就完全就一整一整年都只靠畫畫 打工度假 玩了澳洲一整圈三百六十五天 然後在隔年我有跑去 在隔休息了一年我又跑去德國 然後一樣那時候一開始 其實也是現當街頭人 可是德國跟澳洲差很多 德國會下雪 然後他的雪又會下了半年以上 所以其實你看到照片 剛剛其實那天正在農學 那我就當然那時候 其實沒有辦法在機場賺錢 我就繼續嘗試沙發衝浪 沙發衝浪那時候 就是衝到一間旅館 幫旅館畫了壁畫 做食宿交換 所以我那時候在旅館 住了三個月吧 同時我有申請郵輪的海上工作 我去郵輪上幫旅館畫畫 就是後來我搭上申請到的一份郵輪 成為海上畫家 然後就是在郵輪上晚上的時候 白天我是跟一般旅客一樣下船玩 然後晚上的時候是在船上畫圖 然後那一 單登的郵輪 在郵輪上面工作 然後郵輪就到處跑 所以我在搭在郵輪上就玩了 六國十四個城市 就包吃 包住 包旅館還可以賺錢的 然後我回台灣的時候 我其實前後有出了 更出了兩本書 一本是很會往澳洲 一本是後來往澳洲 所以其實在澳洲那一年 對我來說打工度假是沒所 第二年對我來說是找到人生新的方向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兩趟打工度假 我覺得是讓我體驗到 打工度假不是浪費人生長度 是增廣人生的寬度 在這裡分享給大家 謝謝 這是我的粉絲專業 大家有興趣可以下來加入 謝謝 謝謝慧如 那接下來我們要邀請到澳洲的廖跟寶廖先生 來跟我們分享他在澳洲度假打工的經驗 請大家熱烈的掌聲歡迎 謝謝 各位朋友各位參加來賓還有各部會長官 大家好 我是Bob 那我是去年9月的時候 從澳洲打工度假回來 然後我沒有像當初 就是我當初出發的時候 沒有像在座各位那種幸運 就是有參加選導會 就是不太瞭解這方面的資訊 然後我當初出發時也是錯誤的 因為我是比較針對於 就是打工度假是為了要賺錢這樣 那也為了這個點 所以我的第一步期就錯了 那也造成我後面有一些比較慘痛的故事 想分享給大家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從我故事裡面 就是學到一些經驗 然後可以就是多一點警戒 好 那我們是2013年9月的時候 去到澳洲打工度假 那我們是在網路上的背包客棧找到一個工作 那時候的薪水是13塊 網路上是這樣說 然後說是白工 因為是白工 所以就覺得好像是合法就做了 但事實上後來查這2013年9月的 最低基本工資是16.37每個小時 OK 好 總之我那時候不知道 所以我就在農場工作 那在農場它是維多利亞洲第二大農場 總共規模大小大概是全台灣的機場加起來 都沒有這個農場大 然後總之很多台灣人 就是還有香港人都在這個農場工作 我們是透過中介這樣子 然後農場就很大 然後是真的很大 所以就是都是種神菜 然後要玩聊割菜 然後工作時間真的是蠻長的 一週平均起來也有80個小時 對 OK 就是農場的一些寫照 然後有一天我就就是做 然後就看到一份報紙 然後就說我們那個農場竟然被控訴 有使用非法外勞 然後那時候就很報喜說 我們農場非法外勞在哪裡 我怎麼沒看過 OK Anyway 因為有一個人 為什麼會有這個資訊 因為我們之前農場有一個女生 她發現自己的勞動權益之後 她向澳洲的Failwork投訴 Failwork是澳洲的政府機關 她有點類似勞資雙方的這個調解委員會 她是 她做的就是調查還有調警 主要是這兩大類 然後她在上一層是Failwork Commission 就是有點類似勞資法題 所以Failwork Ombudsman 第一階段的 她是比較類似調警 就是希望事情比較搞大 就是可以和解這樣子 然後她就進來工廠調查 然後那時候她就問我說 你的工作薪資怎麼樣 然後我就說點頭說yes yes yes 因為仲介一直在看我們 所以我們不敢講實話 因為我們怕沒有工作 OK 然後就是有留資料 然後那時候也不知道有反應電話 然後我們有試著打過去 但是因為就是都講英文 然後所以就是那時候英文不是很好 所以就取消這念頭 但是好處是說經過他們的調查 因為他們有來調查一次 所以我們就加起一塊錢 對 就是黑工13塊變14塊 那時候還是覺得還蠻開心的 後來這只是農場其中一個工作時數 是從早上6點到早上4點22小時 是還蠻誇張的 但是不是每天都這樣 就是最高紀錄 因為沒什麼人在管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覺得好像 工作怎麼好像有點誇張 有點長時間 後來我就想說 我去想說要學英文 因為來到澳洲 我就去教會 然後教會的朋友就是瞭解我狀況之後 他們就覺得很shocked 為什麼這種事情會發生在澳洲 然後我也不懂說他在shocked什麼 OK 那時候我就認識 他們教會就幫我介紹給一個叫TYE 打工在青年的一個創辦人 他是台灣的就是 協助台灣青年的一個非力組織 那時候他是Sherry 他剛好是在澳大利亞的時候 是念社會學的博士 他同時也在MUW工會 是一個澳洲當地的工會裡面工作 然後協助背包課 然後他就跟我分享一些資訊 所以接下來的資訊是澳洲工會提供給我的 如果你們有要去澳洲打工度假 你們要知道你們會 你們最少會有每週報稅薪資單 還有最低基本工作的保障 跟還有你的外薪資所的9.5%退休金 這是你們基本權益 然後澳洲的工作類型分三種 正職 還有part time 還有casual 三種類型 好 這邊細講一下 正職基本工資 從今年7月1號開始是17.7 週薪最少要38小時 因為你是正職 所以他保障你最少要工作38小時 OK 然後超過四小時開始就是會有加班費 假日上班也是會有加班費 有薪年假有薪定加資前費 那工讀的話就是會有簽的合約 一樣是17.7 但是這個合約就是每週最少要簽12小時以上 然後看你跟雇主簽多少 如果簽13小時 那你的每週最少就是 還要提供你13小時的合約 那超過這個每週公時合約以上開始 都要付加班費 然後果定假日上班一樣有加班費跟資前費 那這些給巴克我們去到澳洲打工數價 百分之80會比較適用於K2工人 就是所謂的派遣 派遣工人 所以基本工資就是17.7 再加上25%的薪資所得 就是1.25的薪資所得是22.13 但是就沒有固定時數 所以就是什麼加班費什麼都沒有 因為你就是有點類似派遣工 他要你來就來 要你走就走 所以北包客比較適用你這個rate 然後那時候我們知道自己的狀況之後 我們就覺得公司好像對我們不太好 我們就想說那我們就來組工會 透過工會的方法 而不是做failwork的方法 那我們就開始就是工會有進入場 組織北包客為一個 就是花很多時間跟北包客分享說 那我們來就是用工會的方式 去跟雇主追他 可是北包客就0033就不太願意加入工會 然後工會進入這個場去談判 然後那時候老闆因為他的勢力很大 他堅持不換種界 所以我們就是一直沒有贏 就是也拖滿場 後來工會他這邊就決定要跟 澳大利亞最大電視台ABC合作 所以要派一個就是有關的debup客 在澳洲被剝削的一個故事 你們如果有興趣可以看 叫Slaven Away 你們上YouTube也可以看 但是比較適應不要去看 因為滿慘的 對 看了你們可能就不一定會去澳洲了 OK 這題外話 那為什麼這個報出來其實是好的 就是其實就是剝削案例有越來越少 就是我覺得比往年就是好很多 因為至少政府有開始就是重視這個問題 這是我們當時的公投被報出來之後 公投就走了 然後我們全部的黑工就轉成白工了 我們就直接對老闆 就全部變成21點多當時的合法薪資 還有退休金 然後這邊分享一下就是工會跟 就是澳洲的機關 Failwork Ombassment 就是說你如果要求助這個機關的話 你是要寫英文陳述書 但是你要寫得滿詳細的 因為這是比較正式的公文 然後他會做一次性的調查 然後會比較做個案處理 但是好像聽說他現在有開始在做 就是集體的處理這樣子 而不太確定 然後成效的話就是我就說 他是一個比較類似妥協 就是協調機構 如果政府說 如果這個…怎麼講 就是如果這個僱主他欠你100萬 然後但是你在協調的時候 僱主說我只願意拿出20萬 那這個機關他會問你說你要不要和解 就是20萬元的這個價格和解這樣子 所以他會比較類似就是希望和解 然後如果調解失敗他又可以幫你的Case 有一些Ombassment好的 就是調查員他會幫你上訴 上到這個Failwork Commission 就是在上一級的勞動法庭 然後或是他好一點的官員 他會提供你律師資源 免費的法服律師資源 甚至他會幫你寫訴狀 但是這是這不在他們的工作範圍的職責裡面 所以就是要依照你遇到的那個調查員 然後律師要簽這樣子 然後工會的方法就是你要加入工會 然後工會可以私下組織 因為我們北包客就是不敢就是 就直接就是說我們就是工會的人這樣子 因為我們怕被File這樣 所以我們就偷偷來 然後我們會集結所有北包客 然後用集體協商機制 或是合法的罷工權、合法的協商權 去要求更高的待遇 然後我們會有工會會有提供 然後機法專門律師諮詢 然後這是口意電話你們可以試試看 然後再來就是我說的 你可以用媒體資源 用輿論的方式去打壓不法固主 但是你比如說要繳工會費 是每週我們是11.7 然後這邊你們會覺得說 加入工會還要錢 因為它是非你組織 然後全世界的工會 不是只有澳洲、台灣還有世界美洲 每個國家的工會都要付會費 不是只有工會要付 但是好處在澳洲就是說 你的工會會費是可以折抵稅額 折抵稅前進額 它是可以text deduction的 你們都是可以折抵的 然後額外好處就是說 工會它可以協助你 就是職業傷害得理賠上訴 還有它可以協助你最討你的欠薪 然後講中文的台灣志工 有一些像我一樣會講中文的志工在裡面協助 然後提供合法的一些地址工作 我們覺得是合法 我們可以提供地址給你們去試試看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教你們 因為澳洲它其實我剛才講是最低規範 但是其實它每個產業都有它的基本控制 這邊就是你們如果上Failwork Ombudsman這個網站 因為它是政府的 你們可以查到Award List of Award 它裡面我舉例一個例子 像肌肉廠好了 肌肉廠2010年 它的最低基本工資的規範是17.87 就比我剛剛說的17.7還多 所以澳洲它其實很多的產業 都有自己的基本工資 OK 它這裡面還有規範 你看它CASIO的金額還比較高 對 所以這邊你們可以去查 OK 這是其中一個CAS 就是我們律師有協助北保克 最討到1萬元的欠薪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工會讀錯我就加入了 然後我也去受訓的課程 然後工會也就是提拔我 就是讓我上Failwork Commission的一個課程 就是說可以拿到MG Permit 就是我可以進入這個工廠去調查 但是我只能到休息室 因為它是第一階的這個調查權 這是合法的 這是澳洲的政府給我的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到博士區 我就有聽到北保克有說 有一間機構工廠它裡面是給北保克是黑工的薪水 好像15塊錢而已 然後裡面有相約50個香港、台灣北保克 然後我就想說因為我有這個調查證 然後我就可以進去跟他們講話 然後但是他們也不懂什麼是工會 所以我花很多時間一直進去跟他們講什麼是工會 我們來試試看 然後他們也是覺得好處 就是說可信的是他們全部都加入了 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團結的一個力量 就像好像空姐罷工這樣子 其實是很團結 然後就是最後這個仲介就妥協了 因為真的很多很多的北保克全部都加入了 然後就是所以他們都轉白工這樣子 然後就22.34然後9.5%推球技 然後更好的是這個雇主他們還 就是同意說不會把我們的會員buy 然後跟他會移去償還之前的這個北保克的欠薪這樣子 然後現在已經還款到第10位了 因為是移去償還 對 OK 然後這邊就是有提供一個網站 如果你們可以上這個網站 然後你們可以key 如果你們在澳洲有被欠薪 你們可以key看這個網站 他就會跟你講你大概被欠多少錢這樣子 OK 那你們如果有想知道詳細的 OK 你等一下我會在旁邊 那你們私底下可以還找我交換 可以交換email 我可以寄一些工會資訊給你們 就是除了外交部的協助 然後還有就是Failwork的協助 還有提供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工會自製的方法 然後去跟爭取你們的勞動權益 你如果有需要的話 OK 好 那我就在這邊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光榻 那聽完澳洲度假打工的分享之後 我們要歡迎到加拿大度假打工的 唐孝文 唐小姐 請大家熱烈歡迎 謝謝 教育部外交部及各部會長官 還有各位駐台代表現場的青年朋友大家好 我是去過加拿大度假打工的 Jessica 唐小文 那今天在這裡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當初去加拿大度假打工的一些新的經驗 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我在2009年 加拿大開放給台灣的度假打工是2010年開始 那我2009年有先去打工有學 那2010年回到台灣 申請第一屆的度假打工去加拿大 那我旅遊總共去過了20個國家 100多個城市 還很大 世界總共有194個國家 我希望可以走到三分 至少三分之一 OK 然後這些其實是代表我的存款證明 錢都花在護照的出爐鏡章上面 那這邊大概介紹一下 加拿大的那個住假打工的申請資格 那加拿大是可以到35歲 大部分的國家都是到30歲 那加拿大跟捷克還有比利時到35歲 那就是申請年齡是18到35歲 也就是你36歲甚至以前都可以申請 那你們也可以詳細的資料申請資格 也可以看那個你們手上拿到的小手冊 第60頁 外交部有做一個完整的資訊在上面 那出國的 就是去加拿大的那個事前準備 我再大概列一下 其實大家應該出國前 大家應該都有個概念 反正就是撐錢嘛 那你要加拿大畢竟是一個英語系國家 你一定是要自修英文 那看有沒有要念語言學校先提升英文 因為你畢竟是在老外的國家打工 你的英文程度好不好 跟工作好不好 早一定有一定的那個關係 那其他這邊有一個小 就是到時候你們要換外幣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會想說換鋁資比較安全 對 沒錯 鋁資真的很比較安全 可是因為家 鋁資在加拿大來說 其實它並不是這麼通用的一個貨幣方式 所以你的鋁資就只能存到銀行之後 再領現金出來用 所以當你缺換加幣鋁資的時候 建議換大面額的 那加幣鋁資最大面額是500塊 那你才不會到了銀行之後 你要在銀行的行員面前簽很多很多的名 才有辦法把鋁資存到你的戶頭 假設你都是換50、100塊的話 那其他就是你到了之後 可能就是要出發前要先找你的住處 可能有選擇就是有homestay、民宿或租屋 通常那裡的租屋都是sharehouse 就是我們台灣所謂的亞房 自己獨立一間房間 然後跟其他室友共用廚房跟浴室這樣 那寫英文、旅幣 那這裡還有另外提醒 是希望大家可以把護照 不管是scan在你的電腦裡 或是帶資本的那個英本 就是你要有電子檔 你就護照scan一個電子檔 因為假設你的證件料 其實你還是有一個 就是可以當依據的 你的證件依據的東西 然後出發前記得去申請 假設有駕照可以去申請國際駕照 那這邊總要介紹一下 如果說你們想去加拿大度假打工 了解一下他的一些基本資料 就是台灣的面積跟加拿大面積 加拿大是台灣面積的275倍大 就面積而言 然後人口來說只有1.5倍多 所以他的人口密度 是一個很舒服的生活環境 那這邊我大概介紹一下 因為大家在加拿大 大家會去到加拿大度假 可能就不外乎這些城市 那當然還有恰恰 那我只是列一些 我這邊知道大家會比較可能 常選擇到的城市的基本時薪 就是像溫哥華大概是10.45 那比較高的時薪是黃道鎮 是在那個西北地區 那他是12.5 那還有稅率 就你買東西的時候稅都是外加 那這邊想順便提一下 就是薪水再來就跟你的生活費有相關 一個月的生活費大概是1000價幣 就基本生活費 含你的交通數 然後跟餐食大概是1000價幣 那現在的匯率大概是24 所以就是24000塊 那之前加拿大在申請資格 需要2500塊的財力 2500塊的財力財力賺能 其實大概就是希望你出發前 至少你要準備兩個月的生活費 那去到那裡打工前一定要申請SIN卡 就很像台灣的勞工卡 這其實也會是你是不是打黑工的一個依據 因為假設你的雇主沒有跟你要你的SIN number的話 其實有可能你打的就是黑工 因為他可能會說他要付現金給你 那SIN其實是你要報稅跟雇主報稅的一個依據 就需要一定要有這個號碼 他們才能不管報好 就是他付給你的薪資的稅的部分 那勞動契約要記得錢 就是確認你做的是合法的工作 那交通的部分這裡就不論 反正就是公共運輸就是有捷運地鐵公車 還有C bus 海上巴士 飛機火車巴士 那租車的時候一定就是你要備有國際駕照 那保險跟契約一定要簽訂清楚 一定要保保險 因為那邊你要租車 其實因為我們是外國 對他們來說是外國人 保險的費率會幾乎跟租車的租金差不多 其實成本會滿高的 那順便提一下 像我們一般人認知是飛機會是最貴的交通房子 可是其實在北美火車是比廢機貴的 費用來說 對 不過他們就會有一些著鳥 又會可以買到五折票、六折票 然後就可以看看 因為火車看法風景很美 醫療保險 這邊就是保險很貴 不買行李不行 因為那邊的醫療真的真的非常貴 之前我們有另外一位家老朋友 他就是溜冰跌倒 他以後也沒想說他不要買保險 我說可能 他就這裡下巴 像我們台灣大概健保150塊 賠掉的也門針手術 可是他花了960塊加幣 風兩針 960等於加進一個月的生活費 然後拆線的時候還要再付100塊加幣 所以保險當然不用到是最好 可是萬一真的用到 我覺得會是一個負擔 就是真的會卡你的生活費在那邊 所以建議大家出去的時候 一定要保足保險 不管你用旅停險 或者是說你到加拿大當地買 加拿大當地的保險 可是保險的部分 是建議大家一定要買 因為醫療的費用真的很高 那這邊是有我的Facebook 跟我有一個加拿大打工度假諮詢社團 大家可以加 因為加拿大當地買資訊社團 你們現在有3萬6千多人 其實那上面有歷屆的 去過加拿大度假打工的前輩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其實可以在社團上面發問 或者是加入我的Facebook 發資訊給我 如果對加拿大當地買有任何問題的話 我都很願意再回答大家 那另外就最後就借資深背包客處事營書上寫了一句話 就出國不是仙丹旅行也不是捷徑 打工度假更不是生命的維度 那個魔術是 出國度假打工一定會是人生中一堂難忘的回憶 那態度比任何事都重要 你出去已經不光是代表自己了 就想講到有位掌斷說 其實你在國外的行為都是一種國民外交 那希望大家出去都不要做違法的事 然後能出去寫一篇屬於自己的經查 那我後面還有一些照片 大家可以出去一定要看一下台灣看不到的東西 這是加拿大航刀鎮的極光 那當時的溫度是-29度 那現場的美底相片大概在好看個10倍吧 因為它是會動的 我真的覺得有那種不亡齒聲的感覺 大家如果去加拿大 一定要把這個形成盤進去 那這也是台灣看不到 它有國際無庫日跟裸體腳踏車日 那對呀 大家就也可以到時候到那邊下題的時候 可以去體驗一下 其實就是一個蠻特別的活動 那另外這是溫哥華的統治遊行 那它算他們溫哥華年度盛世 就是包括政府所有各政府 經關公家辦會都會全力support的一個活動 整個封街來辦的遊行活動 很精彩 我覺得不輸迪士尼的遊行這樣 那這個是萬聖節活動 那這些其實都是我們當時的那個 加拿大度假大工的朋友 我們就一起約 那時候實在多很多就去介紹萬聖節 萬聖節一定要化成鬼 如果你沒有化妝 其實你在介紹就變成比較奇怪的 你會變成少數 對 因為大家每個人都是很認真在打扮 那這個冬季活動就是可以去滑雪 然後加拿大的運動是冰商去蹲球去看球賽 其實真的很好玩 好 那給你 謝謝大家 好 謝謝我們謝謝曉雯 帶來精彩的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邀請到吳嘉峻先生 為我們做奧地利度假打工的經驗分享 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大家好 我是吳嘉峻 我是今年1月才從奧地利結束我的簽證 離開奧地利 但是我回到台灣的時間是大約4月底左右 所以我離開奧地利之後 我是跟我另外一個朋友一路向東走 從歐洲一路走走走走走 走路路方式回到亞洲的 所以對 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不在今天的主題旁邊內 那我今天要去 對不起 我撞了 麻煩了 這是 各位 我不知道對於奧地利的了解有多少 他是主要 不好意思 我沒有打的趙春旭 趙春旭來 我先大概講一下 他的語言 他是在德國旁邊 所以他跟德國其實蠻有歷史淵源 他講的文化是跟德國都還蠻類似 講的語言也都是德文 但是我個人在去之前 我只上了大概一個禮拜的緊急的德文課 所以基本上我的德文就是 只會乾杯跟一點點髒話就講而已 但我還是就機票買了就去了 所以有時候就是真的 現實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可怕 有時候真的是要靠一股熱情去 支持你的旅程這樣子 那申請名額跟他的限制的話 奧地利他比較特殊一點 他是去年才開放 但是他很奇怪的是 通常其他的國家開放時間通常都會是一年 如果各位可以看兩年首 這大概九十幾月 我會忘了 他只開放六個月 然後名額只有五十位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自己調查一下 去年一整年下來好像去奧地利 就是吸引到奧地利 真的用這個簽證進去的人 好像才二、三十個而已 我不知道是大家因為是德文系 德語系國家不敢去 還是不知道他已經開放了 那所以基本上不要說怕所名額不足 反正你就繳了資料 然後跟他面試 說是面試其實就是跟一個 人非常好的一個大媽聊天 對 我們聊的內容還是台灣什麼東西吃的 對 所以基本上面試東西就是真的就當聊天 那關於我剛剛講到六個月的部分 所以他的六個月很尷尬的一點是 很多工作因為你的六個月不太好找 像我個人的經驗是 我本身是餐飲背景的 所以我在那邊 因為我本身對西餐是學西餐的 當初是想要在那邊就是進一些真正的 歐洲的西餐廳去見西之類的 然後我就準備一些自己的以前的作品 什麼人家去講就是到處問 或是透過朋友之類的 然後很多雇主 我個人的經驗是還滿多雇主對我有興趣 但是看到我的簽證就是其實他們就卻步了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我幫你一個人訓練得好好的 這樣兩個月給你訓練 結果你做了兩個月又走了 那我不是 所以奧利去之前還是請各位稍微考慮一下 您的狀況 那文件的部分就是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所以可以私下來問我 然後網路上面也有 所以我這邊先暫時帶過 這是阿地利大概的地理位置 它是在中歐 我當初會選擇阿地利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它在歐洲的中心位置 所以你要去哪裡都非常的方便 就是歐洲它主要交通方式 就是鐵路、火車跟飛機 最便宜的是飛機 我曾經買過一張機票從克外西亞 在義大利旁邊的克外西亞到英國 巴歐大概台幣不到300塊錢 這是我從我家大巴士到機場都還比較貴 所以這是一個歐洲還蠻酷的地方 這是威爾納的地圖 它總共分成23區 威爾納相信各位應該都不陌生 但是奧地利他很尷尬 這是當地人跟我講的 這是奧地利他只有一個城市 其他都是鄉村 威爾納就是 它是城鄉差距其實蠻大的 威爾納非常的漂亮 那中間各位看到中間那個1區 就是1區到9區 就是所謂的古城區 就是你各位在網路上什麼郵寄 怎麼看到什麼歌劇院 什麼Hoffburg 基本上都在那一區 但是那一區的房價也是最貴的 然後就是關於就業的部分 各位拿 我要先跟各位聲明一下 各位拿到的奧地的Working Heart的簽證 那你的簽證上面不會寫Working Holiday 他只會寫一個Working Visa D ABCD的D 那這個代表的只是你可以在奧地利居留180天 只是這樣而已 不然他如果你要在奧地利工作的話 你要在當地的工作局 一個叫AMS的一個地方 去申請Working Permit 就是工作證 就是工作許可 這我等一下會再講 所以如果各位要找工作的話 不要拿著你的那一張簽證去到處找 這樣只會找到黑工而已 就是剛剛長官有講說 如果允許的話 千萬不要打黑工 一來危險 二來沒有保障 然後 對不起 那這個就是一個就是類似我們台灣健保卡的東西 但是要你做到正式的工作你才會有 在歐洲相信各位應該都有聽到前面幾位分享說 在國外的醫療費都是非常貴的 但是這張是我借我朋友拍的 因為我的在奧地利搞丟了 那他的部分的話 他曾經生病原本要看病要100多歐元 大概3000多塊台幣 可是有這張卡去之後好像才十幾塊錢而已 所以其實差還蠻多的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講到的AMS 就是你要有這一張證明 這只是申請書 右邊的才是證明 要有這一張之前你必須先有住處 要有戶籍 對 我再補充一下 如果您各位在維尼納租房子的話 如果租 我是找share room share room在市中心的話 不要一些奇怪的地方 市中心的話 其實大概300歐到400歐左右 現場匯率我有點忘了 不好意思 我太久沒 對 已經開了一陣子了 大概300歐到400歐中間 那我個人是在暑假前大約7 我是去年8月1號出發 我當初會選擇這個時間是想說 學習開始前 因為奧地的大學還蠻有名的 而且那個Erasmus的學生也很多 所以我就想說一來學生宿舍好早 二來學生打工也好早 再加上我如果是幫他們宣傳的話 我建議各位就是可以去的現在立馬去 因為他們 奧地利官方還有一個火車票 你只要花70多塊 你就可以玩遍奧地利 搭到火車搭到你吐 但是只有在夏天 對 那就是生活交通的部分 剛剛講過了 就是主要是火車跟飛機巴士 那室內交通的話 各位要記住在歐洲很大部分的城市 都是以誠信制 對 就是你只要買一張票 就自己打卡進去 但是不會有人查票 但是如果你沒有買票 但是它隨機被查了 就不好意思 就是200歐起票 我在奧地利 維也納的話 單程票2.2歐 月票50歐 所以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但是要想說如果你沒買票被抓到 那個就後果會比你買票還要重非常多 那飲食的部分 歐洲就是冷湯的 就是冷肉冷飯的 如果各位吃不習慣的話 那邊也有非常多的亞洲超市可以自己處理 那休閒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時間好像快到了 先帶過 再回去講到工作的部分 就是我個人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沒有找到正常的餐廳工作 但是我後來又找到一個大陸人開的餐廳 但是我做了將快一個月才發現是黑工 跟我當初談的不一樣 後來我就真的就是跟老闆吵架就離開了 所以在歐洲採用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白紙黑字 很重要 然後有點趕 這是維也納最有名的shunitsu 對 跟台灣的豬排差不多 台灣比較好吃 後繼就是各位要知道說 自己要出去的目的要想清楚 是出去玩還是想要賺錢 說是一些其他的因素 就是要想清楚你自己要的是什麼 再出發也不遲 那就是我們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如果之後關於歐洲的 或是奧地利有什麼問題的話 隨時都可以來找我 我也認識一些在歐洲其他國家的Working Hard Day過的朋友 所以如果有關於歐洲Working Hard Day的問題 其實我都可以稍微幫你解答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我還是會幫你問 就是大致上這樣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我們謝謝家具 我們是在給以上四位今年朋友熱烈的掌聲 謝謝他們帶來精采的分享 那四位今年朋友都會陪我們到活動的最後 跟大家做個QA的交流 那待會我們將中場休息20分鐘 那第二季段回來呢 我們會邀請到跟台灣有簽訂助華 度假打工協定的助華代表 跟大家說明一下他們 國家目前度假打工的推行狀況 那大家在進場的時候 都有看到一些跟度假打工相關的攤位 大家可以在中場休息 和場外做一些資訊的交流 那我們場外有準備小點心讓大家享用 那我們先休息20分鐘 謝謝大家 各位現場的朋友大家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綜合座談的時段 那經過剛剛我們做完的時間 還有度假打工青年 非常Charming的Active的分享 我想大家現在可能都有一種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的感覺 可是可能也有一些疑惑 希望可以得到解答 那所以綜合座談的時段 就留給各位提問 那我們為了將這個綜合座談 有效率的進行 我們就一次送禮三個問題 三個問題之後我們先統一回答 然後再進行下一輪的發言 OK 那有問題的朋友們就先請舉手發言 謝謝 好這邊第一位 那有第二位嗎 好那邊第二位 好那第三位 有沒有第三位 OK 好那我們就先這兩位朋友們先幫我們提問 謝謝 我知道現在歐洲有很多國家已經開放打工度假 那如果現在我已經申請破爛打工度假 那我接下來想可能想要到華國 或者去到英國 那我必須一定要回來台灣做其他國家的申請 還是我在國外的外交部官司處也可以申請 那如果一定要在台灣提出申請的話 可不可以用郵寄的方式 就這就是我的問題 謝謝 你好 好我想問一下這三個國家是不是有最低的學歷要求 謝謝 這個我們分成兩個部分好了 第一個就是我們青年在第一個國家度假打工之後 如果要跨國的話沒有需要重新申請的問題 那因為我們這邊有住 好我們稍後請外交部這邊協助做一個回應 那第二個問題三個國家學歷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就請諸華使節幫我們 再說明一下這個青年資格的認定 好那我們就先就第一個問題 請外交部這邊回應 針對於剛才所提到的問題 聽得見嗎 他的青年度假打工的這個計畫 原本就是要從我們台灣這裡申請的 所以如果說您再過來那邊 已經這個打工度假過了 那您如果說還要再申請的話 在符合這個要申請的國家的這個條件之下呢 您必須要再從台灣這裡申請 您不能夠說從別的國家那邊來申請 這是一個第一個答覆 如果您只是去度假那當然是不一樣 但是如果是度假打工 那確實你是必須要回到台灣來申請 剛剛問的是第二個問題是學歷的部分 那加拿大的打工度假這裡 應該說兩個應該用兩個方向來說 第一個剛剛有提到我們加拿大打工度假有三個類別 一個是傳統的打工度假一個是實習 那如果是傳統的打工度假的話 我們只有年齡上的區別就是18歲到35歲 並沒有特別要要求你們的學歷 所以這個對一般同學來說 一般朋友來說是比較開放的 那另外實習的部分的話 他必須是學生身分 那我們要求的是大專院校的身分 就是你在申請的時候你必須去學生的身分 以及你去那邊打工度假的時候 也仍然還是學生身分 也就是說這個實習或許是可以低 你學校的學分或者是 或是一個什麼方式 總之如果你是申請第二個實習 co-op的話 那他就必須是大專院校學生 那就是加拿大的部分 沒有最低的學歷 沒有最低的學歷 你只要是在香港的學校 沒有最低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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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補充一下 就是說每一個國家 他其實有什麼樣的條件 你只要到他們的那個 就是打工度假的網站 或是到我們的網站上 你去搜尋 然後你把那個題目打進去 應該就會出現那個答案 然後你也可以從我們的網站 或他們的網站 他們大使館的網站 澳洲或是波蘭 或是各國的這個網站上 去找到你們的答案 謝謝 那我們就進行第二輪的提問 那如果有問題的朋友們 歡迎幫我們舉手發問 謝謝 這邊一位 那有第二位朋友嗎 這邊第二位 那有沒有第三位朋友 那邊第三位 OK 謝謝 不好意思 我又想要再提問一次 就是剛剛有說 不同國家的打工度假簽證 都不需要有台灣升級 那剛剛我有提到說 如果我現在在國外 我可以用郵寄的方式回來台灣 有這樣申請嗎 護照一樣可以寄回來 謝謝 謝謝 第二位 第二位 可以麻煩你再舉手一次 讓我們那個工作人員可以找得到你 在前面這邊 謝謝 謝謝 我是想要問一下就是 剛剛好像有些國家是 規定只能申請一次 那所謂的申請一次是 有申請通過了 還是不管有沒有通過 你申請了一次就不能再申請了 那還有就是我們 如果像青年可能18歲可以開始 那有沒有限制說 我們總共可以申請幾個國家 謝謝 謝謝 不要 那個我是有申請 今年就是要去泰爾蘭打工度假 然後還有就是也有抽那個英國的 然後可是英國是要等候補 然後我想問一下 那艾爾蘭的簽證 它有限制說什麼時候之前要出發 那我可不可以說 等英國的那個候補辦出來之後 然後可能也一起同時申請英國 因為英國可以待比較久待兩年 那如果同時就是都申請這兩個簽證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然後還有想問一下有沒有 就是會不會有什麼停留期間 就是出就是如果我在兩個都辦 那會不會英國只能離開 不能離開多久這樣 不能就是打工簽證 你不能離開這個國家多久 會不會沒有問題 那先謝謝三位朋友的提問 那因為這三個問題 都是涉及到簽證相關的規定 所以我們這邊就 請外交部這邊 統一來做一下回應 謝謝 這樣子 真正的這個申請的這個情形的話 我們現在是在先請教我們 這三個這個註法辦事處的這個代表來說明 但是就我所了解的話 應該是不能夠說從國外申請 這是我的了解 但是還是由他們來做一個這個答覆 因為你如果說在國外那邊這樣申請的話呢 你就算說用郵寄 那你用郵寄你拿到了以後呢 你沒有一個入境的一個證明的話呢 那還是不行 除非你是想說我現在可能在波蘭 然後我到時候申請到 譬如說不管是奧地利或是加拿大 那你說你要從那邊再飛到那個加拿大去 我們就用比例 是不是可以 那這個的話呢 我們現在就請我們的這個 駐華機構的代表 來做一個答覆 我明白這個問題是 如果你可以從別的國家 不從台灣 所以我認為 如果你想要用任何的證明 反正你必須來自私人的公司 因為我們必須確認你的認識 所以你只能在台北 謝謝 我瞭解跟我波蘭同事一樣 你因為你要登在我們住台辦事處的話 所以你不能再出外申請簽證 你要 因為你必須去辦公室 因為你不必須去辦公室 你不必須去辦公室 你不必須去辦公室 謝謝 不好意思 加拿大這邊跟剛剛 我們有一點不同 從澳洲辦公室和公室辦公室 就是因為 其實加拿大以前也是要求 各位一定要從台灣申請 但是我們這兩年開始 用線上的申請方式 就是網路程式 應該說兩個 一個是網路程式 第二個是因為台灣人到加拿大免簽 所以我們不用再把護照寄進來辦事處 或是簽證部門做任何的申請 所以其實加拿大的打工度假 是完全線上作業的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申請加拿大打工度假 然後您符合我們要求的18到35 跟是台灣公民的身分等等這些條件 其實你人在哪裡 在電腦上申請是都沒有問題 那在加拿大這部分 申請者是不需要進到辦公室來做面試 或是遞交護照這些動作 所以就加拿大的部分 其實你是可以在任何地方用線上申請 對不起 我想在這裡做一個補充 剛才三位駐華的機構代表已經都講了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免簽證跟這個度假打工的簽證 這是兩回事 各位不要說因為是免簽證 所以我就從這個地方就這樣去 剛才加拿大這個代表講的 他是說你可以線上申請 但是如果你是免簽證進去 你停留的時間和你這個 海外工作度假打工的簽證 這兩個是不相同的 所以如果你停留的時間也不要 因此我會建議如果你要申請的話 雖然是按照他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資格或者是說條件 然後你去申請 可是你如果入境的話 你是用免簽證的話 你就是免簽證的進去 你不要和他那個度假打工 把他那個簽證會搖了 謝謝 不好意思我補充一下 剛剛外交部長官說的是 真的是沒錯 那我只是再補充一下 剛剛我說的可能沒有不夠完整 就說雖然我們是線上申請 可是剛剛我提到第一階段抽籤 第二階段遞交一些必要的文件 其中有一些文件可能是 需要您人在台灣去申請 譬如說台灣的良名證 或者是一些台灣銀行的資料等等 就是當我們加拿大簽證部門要求你提供的這些文件 很有可能有些部分文件是需要您在 人在台灣的時候申請的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就是請您在申請的時候 做您的考量 我補充一下像德國打工度假簽證的話 德國打工度假簽證有一項一定是要面試 他你要會講德文或是英文跟面試官面試 所以這個必須你等的一定是要在台灣才能申請 是這個國家就是規定是這樣 然後其他國家跟他們每一個國家 算是有不太一樣的規定 我這邊也補充一下 簽證是一個國家的主權行為 那每一個國家一定有他特別的要求 那你如果說你想譬如說從其他國家來申請 另外一個國家有度假簽證 你可以直接打電話給那個國家 住台灣的代表處去問清楚 這才是最直接的方法 因為他的規定也可能隨時會改變 有的會放寬 有的會緊縮 所以最好的方式還是直接打電話去問 那剛剛就是有關於這個 第二個問題就是 有一些國家大多數的國家是規定這種 度假打工簽證其實事實上就是 一生只能一次的 通常 據我所知道的 通常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那個國家 但是不是說你不可以申請其他國家的 不是 大部分你剛剛看到那個規定 35歲或是30歲以前 可以申請各國的度假打工簽證 就像剛才我們貝爾的 他的經驗就是類似這樣子 或者是傑斯卡 他們以前就是貝爾的經驗就是最好的經驗 就是說他其實可以申請別的國家 那我們台灣的政府不可能去規定 你要去申請哪一個國家的簽證幾次 我們台灣政府不會做這樣的規定 我想請問一下關於旅資的部分 那旅資的使用方法 然後金額的上下限 跟他還有什麼一些注意的事項嗎 我想請有經驗的人可以幫我回答這個問題 謝謝 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已經拿到簽證的話 加拿到的話 那如果要辦保險的話 拿一家比較推薦 然後因為聽說有些是半年的 然後有些是一年 因為不懂這些規定 然後還有一個是 如果那一年期限過之後 我可以到美國 然後再用觀光簽進去半年嗎 謝謝 第三位同學可以再幫我舉一下手 謝謝 一樣問題是不是 好OK 那我們就先這兩個問題回應 那第一個是不是請小文幫我們分享一下 旅資使用辦法 然後還有剛剛有提到 如果在加拿大度假打工期間要到美國 或許小文或是駐華機構這邊 可以幫我們補充一下 那第二個保險的部分 我們稍後請金管會這邊來協助回應 謝謝 加拿大的那個鋁資的部分 因為你到家 就像我剛剛在解報的時候都來講 加幣的鋁資在加拿大 其實沒有那麼通用 那如果說你鋁資換了之後 原則上你一定是要純進銀行 可是他馬上就可以領現金出來用 所以原則上你帶鋁資比較安全 因為他是簽了名字才能用 可是他的鋁資就是沒有辦法 像在美國 你是可以直接用鋁資買東西 他會找你現金 那加拿大 你如果換加幣鋁資原則上 就是換大面兒 然後帶去加拿大開戶的時候 直接存進銀行零現金出來用 這樣也會回答到你的問題 你的意思是說 在這個鋁資上面 我在台灣簽的時候 可以簽多少 有上限嗎 應該是說加拿大他路徑 你在飛機上空姐會發給你一家路徑哪 他只會問 原則上路徑他就是1萬塊加幣 你超過1萬塊加幣 他會 他就是會叫你回答說 你身上帶的有 金額有沒有超過1萬塊加幣 可以超過可是你就會要申報 那他會問你說 為什麼你要帶那麼多錢進來加拿大 你要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就是說你打工度假1年 為什麼你會帶需要帶超過這麼多的金額的加幣 入境加拿大 然後剛剛有問到說觀光簽入境加拿大 先觀光簽入境加拿大先去玩 然後去美國玩然後再進加拿大 是嗎 原則他你先拿護照 在免簽的狀態下你拿護照 然後記得上網申請ETA 然後你可以先入境加拿大 那個就是觀光身分 可是在這個期間你是不能打工的 你觀光身分入境的狀況下 是不可以打工免簽入境 六個月的時候 那你要再入境美國的時候 你可以入境美國玩 再進加拿大這個都不會有問題 那只是說你之後你一定要在你核可信函 打工度假簽證的核可信函的期限內 你要在海關 入入海關 或者是說你有再重新從美國 再飛進加拿大入境的時候 要記得進到 Immigration Office 去換成你正式的 Working Hard Way 的 Visa 請在這裡我也再做一個補充 我再做一個補充好了 不管你要入境到哪一個國家 不管你現在是要度假打工 或者是說免簽證到哪一個國家去玩 都要請您再看一看那個你要入境的那個國家的 一個入境的相關的規定 有的國家他會規定說你入境這個國家呢 你不能夠超過那個現金算 譬如說歐盟的話呢 你不能夠這個進官的時候 你現金喔 不管你多少的現金 只要是一萬塊錢資金的話 你是可以貸著 但是你如果超過了一萬歐元 譬如說我可能貸了三百塊的英鎊 然後什麼三千塊的歐元 或是我還有台幣可能幾萬塊或幾萬塊 就是說你總和加起來你不可以超過一萬歐元 那這個每一個國家是不一樣 像美國的話你入境 你絕對不可以超過一萬的這個美金的這個限制 所以你要去哪一個國家 你一定要自己先去看好那個規定 譬如說有的不能帶肉製品 不能帶乳製品 不能帶這個植物 或者是說其他一些的限制 你的煙酒也有限制 或者是說你帶茶葉或什麼 你的禮物都已有一番的限制 所以你要入境那個國家 你一定要去看 但是我們的了解是幾乎都是不會超過一萬 那不管是歐元還是美金 就是你一定要特別去注意這點 如果你到時候超過了 你也許想說那我來試試看 可是萬一如果說你要出關的時候 被檢查到了 那他如果一看你超過的話 那他當然就會看你這個帶的多少 然後呢做一個這個懲罰 或者是說沒收 謝謝 剛剛有一位同學在問說 買哪一家保險比較好 每一家都好 就是看你的商品是不是符合您的需求 這邊就是提醒您買的保險期間 一定要cover到你的打工度假的期間 就這一點提醒 謝謝 那我們再進行下一輪的提問 謝謝 1 2 這邊3 謝謝 您好 那我是想問 有到剛剛前面澳洲跟加拿大分享的親愛朋友 就是說 就是因為我們到海外公家打工一定會先準備一些生活費 旅費等等 那您怎麼建議說 除了規定的說財力證明那部分的金額之外 那大概 比如說到加拿大或澳洲 大概都會先 你們會先準備多少生活費 比如說是可能三個月的生活費 或是半年之類的 就是大概那個基準要怎麼去拿捏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詢問說 那到當地打工 那基本上應該是會開就是 因為要有就是領薪水 然後會開那個當地的帳戶 那說到當地開帳戶 銀行帳戶的話 大概會需要準備什麼樣證件或是資料 然後可能銀行做什麼樣的選擇 所以想請你們就是就你們經驗來做分享 謝謝 第二位朋友 你好 我已經申請了加拿大的簽證 但是我第一關沒有過 我想問一下說線上的篩選機制呢 還有第二個是 明年度是什麼時候才開始開放生氣 第三位在這邊 那個 我的問題跟上上輪的那個有點像 那我是想要問一下 因為加拿大的打工籤是用抽籤的 然後紐欣然是先搶簽贏 那我可不可以就是同時都申請 因為我上次看紐欣然 他說如果同時申請兩個打工簽證 可能會被取消資格還是什麼的 那我想要確認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 謝謝 謝謝三位的提問 那第一題的部分 我想就請我們度假打工的青年朋友們 幫我們分享一下 那是不是請小文這邊分享一下 加拿大這邊的經驗 那慧如跟跟寶分享一下澳洲這邊的經驗 謝謝 你好 加拿大來說我會 就是加拿大如我剛剛說的 他的生活費一個月大約是1000塊加幣 那1000塊加幣可能就包含你的住、吃、交通 甚至保險、甚至你的手機都含在那裡 那當然不含你的shopping跟旅遊 那通常出去我會建議你至少至少準備兩個月的生活費 那當然能再多一些 你在兩個月內找到工作之外 你那個多的其實就會是你之後的旅遊津貼 因為加拿大跟美國就在兩隔壁 其實真的是很多 我是覺得既然都一趟飛那麼遠 飛大半個地球一定會去旅遊 所以我覺得是需要自己準備一些旅遊津貼 那當然你來回機票的錢也要算進去 那如果以台灣非溫哥華的來回機票 目前大概是5萬塊上下這樣 這就是你額外要準備的金額 那我會建議就是兩個月至少兩個月的生活費 當然能往上加會更安心一點 然後加上你的機票費用 那銀行的部分 因為加拿大的銀行開戶原則上都會有一些賬管費的問題 那可能他每個銀行規定不太一樣 他可能你的戶頭有2000加幣5000加幣 他可能就是免賬管費 然後每個月裡那去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問一下說 每個銀行他的賬管費是怎麼計算 那要帶的資料就是你的護照跟你的簽證 然後還有你的居住地址那是一定要寫的資料 那加拿大我想提的一點是 所有需要提供地址的單位 你都要含郵遞區號才是他的完整地址 你的郵遞區號如果沒有提供 他就會覺得你的地址就算不完整 他一定會要求你一定要提供一個完整的郵遞區號 所以當你找到住處的時候 房東給你的地址一定要含郵遞區號 原則上是6嘛 就是英文 數字英文 數字英文 數字6嘛 對 有利區號 有沒有問題 那如果像在澳洲我自己啦 我自己經驗我那時候是準備了 10萬塊台幣帶過去 其實我也有聽到 有人是帶幾千塊台幣就衝過去了 所以其實要帶多少錢是取決於你個人 因為如果你錢帶了很多 你就會覺得說我帶很多錢 我可以慢慢找工作 可是如果那相對於你錢帶比較少 你就會逼自己一定要在那個期限內找到工作 因為在澳洲的生活開銷 大概一個月大概你租房子跟車資還有伙食 一個月應該也差不多要1000塊到多 如果是租單人房的話 所以你錢帶越多就會逼自己就趕快找工作 然後關於像銀行開戶的 這在澳洲是只要拿護照 然後就可以去任何銀行直接申請開戶 然後他們也是一樣會 有些銀行會有賬管費 一個月可能5塊或6塊澳幣不一定 然後有些銀行是沒有 然後像如果是德國的話 德國是每一家銀行都有賬管費 然後他們還…他們銀行還沒有給利息的 好 我補充一下 有關銀行的話 就是你要需要帶你的護照 然後這銀行他會要求你補上你的稅號 TFN 對 然後還有地址還有電話 某一些銀行會需要你補充給他 然後銀行以外還要辦一個退球型帳號 那有一些銀行他會提供 那退球型這裡面他還有包含一些保險 所以這個你可能要跟這個銀行去做諮詢 因為銀行有退球型帳號跟銀行帳號是分開的 對 這個你們可能就是要自己再去評估一下 這邊就比較方便就是說 針對哪一些銀行就是推薦 你們自己要就是自己去判斷 因為利率也有關係這樣 那關於我今天的部分 那各位準備的現金真的就是看個人自己的開銷 像我這個人比較省一點 我個人就帶了五萬多塊台幣到歐洲去 就這樣生活了半年多 那不含計票 那我個人 這是真的就是看你個人的花錢的習慣 像我是車站馬路我都睡過 所以這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 如果你對於這些東西沒有辦法接受 可能自己要多準備一點東西 那相對就像剛剛講的 如果你自己準備了多 你可能會比較有一些保障 會自己心理層面也會讓自己安逸一點 那關於銀行的部分 就我知道的歐陸大部分的銀行都需要賬管費 包括奧地利 那就是關於每個國家跟銀行的利率跟賬管費用 可能就要請各位到當地之後再做調查 只是這樣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好 謝謝 我們也請澳洲這邊的諸華世界協助分享一下 那因為剛才有第二跟第三的問題 這邊我們稍後再請加加大大諸華代表 直接來協助分享 謝謝 嗨 As my friend at the table said about Australia I'm really not sure how much you need to take in order to have a good time but I guess that as with any other country as with any other experience I guess the more built-in safety net that you have the better you'll feel about it so you can of course go without that much money at all but it just means that your experience there in Australia will probably be a bit more difficult than if you wait a little bit and save a bit more money and go with a bit more the safety net in terms of bank accounts banks would definitely require you to have a passport but some banks may also require you to have a proof of address that will not necessarily be all banks but certainly some of them would require that thank you 有問到抽籤的問題的機制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抽籤機制是什麼 應該是說 先生部門他們是用亂數方式的抽籤 所以是電腦抽籤 所以我並不知道 為什麼有人被抽中 有人沒有被抽中 就是完全是機率的問題 那2017年目前我們還沒有被通知開放時間 原則上應該會是下半年才 我們才會被通知到 是什麼時候開放 像今年 今年2016年的就是去年12月開放 所以今年 有關於明年2017的話 如果我們得到的消息 我們一定會在我們的官網 跟我們的官方臉書粉絲團上公布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加入我們粉絲團 然後如果我們有最新消息 通常一定是下半年才會被通知 那我現在我們這邊也不知道 開放日期是什麼 然後這樣有回答到嗎 好 那另外有問說加拿大跟紐西蘭同時申請 我不知道紐西蘭的狀況是什麼 因為紐西蘭班數今天也沒有來 那就加拿大政府本身 我們並沒有 並不會因為你們申請 同時申請別的國家打工簽證 而影響到你抽籤的資格 因為我們的要求的資料上 並沒有要求不能同時申請別的國家 所以在加拿大這個部分 並沒有限制 那紐西蘭的部分可能要請你們去 可能上紐西蘭班數處的網站上 來搜尋一下 謝謝 各位同學 各位年輕的朋友們 那個我派駐的國家也非常多的 走過70級的國家 我看到非常多的台商 有的台商是真的是兩隻腳走出去而已 連錢都沒有 可是他可以賺到好幾千萬回來 那有的台商帶了好幾百萬去 虧到道歉不知道多少回來 那不論是男的女的 有的甚至還會娶一個老婆回來 嫁一個老婆回來 這個其實每一個人是不同的 所以你說要準備多少錢去 那我當然是覺得說越多錢越好 可是其實不一定是這樣 你要看你自己的決心 那你的上一代跟你的上上一代 你的父親那一輩跟你的爺爺這一輩 幫台灣累積了4300多億的外匯存體 台灣今天讓你們可以在這種 這麼有冷氣的房子裡面 底下也有爸爸媽媽陪著小孩一起來的 對啊 你的爸爸媽媽他們非常的努力 幫台灣打下這樣的基礎 那你們在這個基礎上你們出去 你們有這個機會 我那時候連到台北來都是 在念書的時候都是一件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你們現在可以這樣子 對 飛到世界各地 其實你們要謝謝你們上一代 那我相信你們也一定會更好 因為台灣整個的科技的整個 這個生產業其實是非常完整的 教育也非常的好的 所以你看像現在他們有講英文的 你們都應該都聽得懂 可是在我們那個時代非常不容易 特別是南部的學校 對啊 那我相信你們一定會 可以比我們更好 不能你帶多少錢出去 對啊 請你把那個經驗學回來 謝謝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就進行下一輪提問 謝謝 好 這邊第一位 那邊第二位 那邊第三位 OK 謝謝 一位可以麻煩再幫我們舉一下 謝謝 謝謝 喂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是想要在下個月 進行高中打到度假的那個同學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既然是要出國工作 他是要繳稅 那他們的稅金是要怎麼算的 是要稅前家還是稅後家 還是之後的話是還有什麼不稅 有什麼之類的嗎 因為我想確認一下稅金的部分 那主要是要交的部分 那其他國家可能是 問一下 好 那我們再請第二位 謝謝 第二位可以再幫我們舉一下手 好 謝謝 問題一樣 另一位朋友的問題 有麥克風嗎 好 那我們就下一位 謝謝 謝謝今天各位長官跟一些 就是有海外經驗的人士 跟我們分享很多經驗跟法規的相關細節 讓我們收穫蠻多的 我個人蠻好奇兩個部分的 一個是貝爾他去 在船上幫人家畫畫的 這麼特別的經驗 就是有沒有一些小故事 可以跟我們分享 然後另一個部分的話 是Bob 他說說那種奧地利走回來的故事 他剛才有點到 我還蠻好奇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第一個問題 就請我們澳洲諸華的時間 幫我們回應 那第二個問題 是對我們青年的故事很有興趣 所以我們就再請兩位青年朋友 我們補充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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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保持最大在市場的公司 如果不存在店店,你需要保持了自行的公司 那你需要保持最大的公司 如果不存在公司當然要保持較大的公司 你不能保持在公司 不過在除非公司的你去保持公務 的計劃是改變的 工作假設計劃活動員工藝術 會被擁有 所以它原本會改變 在這年末年 但它沒有 所以這是一個好事 工作名牌的時候 我就是工作人員 可是如果我摘掉以後 我就是一般的旅客 所以他們 當時我跟郵輪公司談 是因為我可以幫他們宣導 他們的一些郵輪還有度假的事情 然後我還會出書 所以其實他們就讓我 跟一般旅客一樣的方式對待 所以我住的是渡台房 然後曾經也有因為 他們不小心把我的房間賣給其他客人 所以我升等到貴賓室 對 然後升等到 那個酒水無限倡飲的地方 然後也有跟其他船員 然後他有些船員 因為我貴賓室有只能住一個禮拜 又打回原型 然後所以那時候其他船員 就跟船員都處得很好 他們就知道我會換回原本的房間以後 就沒有酒水無限倡飲 然後其他人就說 那我就幫你 就是以後你要喝什麼 你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是Bartender 然後就下午他之後 以後就開門 然後就讓我去 去他們那個貴賓室 享用貴賓的東西 所以其實船上 還有去參加船員的那種 我覺得我會比較喜歡 跟船員一些互動 因為畢竟船是在 他是一個禮拜一個Sircle一直跑 然後我等於說我去羅馬也去了四次 就這樣一直跑 一個禮拜就一直跑 然後所以不可能每次去都跑去 還去看羅馬經濟場 然後以後只是靠岸了以後 就已經不想去一些觀光景點了 然後自便只跟船員到下面的隊 會趕快當口邊喝咖啡或者吃點零食而已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體驗 是真的還滿不一樣的體驗 然後因為時間有限的關係 後面可能有其他一樣的問題 因為我這禮拜天在台北文山圖書館有演講 然後不然那日有兩個小時的分享 可以講更多細節 然後有興趣的可以來聽聽看 謝謝 就是關於我不太確定的是 就是你要問的是什麼細節 如果我在那講這個故事 我可能會講一個晚上講完 那所以我是怕耽誤到其他同學的時間 所以我就大致上講一下我的路線 然後如果你還想知道更多細節的話 就是會後我很歡迎就是各位來找我聊聊天這樣 就是我是一路從奧迪 就是大概中歐的部分 我是一路往東走 經過匈牙利 捷克 匈牙利 斯洛伐克 保加利亞 羅馬尼亞 保加利亞 土耳其 伊朗 印度 然後就這樣回來 然後在印度的時候 因為我的旅伴身體有點狀況 不然原定計畫是要經過西藏 從福建回來 但是後來在印度 因為一些因素就回台灣 所以 大概四月都回來的 那 一路上的東西非常的多 所以講這個可能要講一個晚上 所以我們就是把賣工還給其他同學好嗎 等一下再來找我 對不起 謝謝 剛剛那個同學問到澳洲稅的問題 他們政府本來研議說 今年開始要 就是土耳打工要繳稅 可是就是 現在目前為止還是在研議 還沒有在實施 那跟 就是剛剛Watch也有提到這個 謝謝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進行最後一輪提問 謝謝 這邊一位 那邊第二位 這邊第三位 OK 好 謝謝 謝謝 我想要詢問一下 就是說 在找工作這方面 因為可能每個國家都有提供一個 就是政府的官網 可以去搜尋相關訊息 但因為我們 比如說我們在台灣找工作 可能會有很多的網站 可以看比如說104 或者說111人1這些 但是這上面還是偶爾會有參雜一些 可能是非法的 或者是他的工作上是比較環境沒有保障的 那我想要知道說 除了他們各國家上面可以做job searching的這部分 他不知道是不是相對上在工作環境比較保障的 那台灣這邊是不是有一些單位 或者是機構有提供這方面的資訊 比如說某個國家的哪幾個店家 可能是我們友善工作環境的公司或是店家 可以讓我們有一個參考 謝謝 不好意思 我這邊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 假設今天我在德國打工 那我德國打工我申請了一年 那在德國也工作了一年期滿 但是我想到 歐洲其他鄰近的國家去做旅遊 那我就是在德國也有打工錢 但是在其他國家我去做旅遊的時候 我要做簽證嗎 那這個簽證是我要在台灣就要做好申請 還是說我可以在快要期滿的時候 再去做申請的動作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關於就是在郵輪方面的話 假設說我本身沒有什麼任何採訪的話 有沒有什麼樣的機會可以在 像那個旅遊達人那樣 就是有什麼機會可以在郵輪上工作嗎 問題 那就是因為假如公簽 加拿大如果申請到加拿公簽 今年在2016有本身就有ETA的那個 原本說免簽要申請 如果我是公簽快結束了之後 想公簽繼續用免簽待在加拿大 做稍微的觀光的話 是有需要促進的路徑之類的嗎 就這樣 謝謝 好 謝謝三位朋友的提問 那第一個問題的部分 我們稍後請勞動部這邊來針對工作 怎麼樣去找到白宮這個部分 所以為您做一個說明 那第二個問題 我們就請外交部針對跨國 在歐洲這邊的跨國簽證的部分 分出一個回應 那郵輪的工作 有沒有什麼其他機會 是不是惠如幫我們簡單分享一下 那第三個問題 我們就請加拿大的諸懷機構 這邊來協助回應 謝謝 第一個問題的部分 各位在報道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搜射 其實裡面蠻清楚的 我可以提示一下 他第一百零三頁就有問到 所以我們可以回答類似 但是不是完全就是目前我們勞動部的網站上面 是有提供就是說 對 國內合法的重罪公司 他可以 因為只有合法的重罪公司 救護機構才能夠重罪公司到國外就業 那從上面你至少可以知道說 哪些救護機構是合法的 那至於找什麼樣的工作 根據我們這一兩年參加這些活動 有些大家同學的經驗 還是看看就是進入對那個你要去打工 那個國家的官網裡面 他也許會有相關的介紹 或者說就是以前所謂的先進同學 他們設立的網頁網站上面去跟他們詢問 那最後一點我必須要提 還是提醒大家 因為今天目前還沒有人家問到打工的事情 就是在大概出國其實你要去國家 可以進入外交部他有經驗度 我們可以連接到每個部位 那裡面你可以看看進入到勞工部裡面 有時候我們答應就是說 那個國家的法律規章 那你至少去以前先看過以後 你大概會先給我一個概念 就是他的勞動權益 這應該是哪些規定 那最後我再要提醒大家就是 千萬不要打黑工 那簡單的就是黑工跟白工差別 就是合法就是白工 非法就是黑工 他給你的配置差不多尋常的高 那是最基本的一個判別方式 那這是我以上的說明 謝謝 那我們第二個問題 請外交部澳洲市這邊寫出說明 謝謝 針對您剛才所提到說 在德國度假打工期滿以後 你要到別的國家去旅遊 個人是這樣子在認為 如果說你是度假打工結束之後 因為他有一個期限 那你如果是到別的國家 如果是免簽證的國家的話 那你當然是用免簽證的方式 然後停留的期限的話 你半年內也不能夠超過三個月 那入境以後 通常免簽證的國家是這樣 當你入境了以後 第一天就開始起算 那你中間如果說到別的國家去 你再入境或者是在怎麼樣 他們會整個這樣子 全部這樣子計算起來 變成說你是三個月了 或者是說沒有超過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那各位呢 如果說你要去那個國家去玩的話 第一你當然要先看 他是不是免簽證的國家 那如果是免簽證你要停留 事實上剛才我們的那個代表也講了 一個國家他的這個簽證的主權 是由他們來決定 那你如果說從德國那裡去 你說我現在已經度假打工完了 我現在要到譬如說到奧地利好了 那奧地利當然是一個免簽證的國家 你當然可以去 可是我現在先要講一點就是說 看你要去的話 你是搭火車還是說搭飛機 你如果是用火車的方式的話 因為沒有邊界的這個檢查 所以你如果入境到奧地利的話 那譬如說你到時候 你沒有一個入境的張戳 你到時候要離境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這個停留期限 逾期的問題 所以我個人會認為就是說 如果你是在度假打工期間 你要到別的國家去的時候 因為你還有你的這個簽證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自由入出境 可是等你騎滿以後 你要再去那個國家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 搭飛機可能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因為你搭飛機的話 你才會有一個入境張戳 那你入境以後 到停留的期限多長多久 那你就必須要去符合那個國家的這個規定 這一點的話 我想各位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那至於說你入境 他是不是會讓你入境 這個我也不太敢決定這樣子講 因為通常以免簽證來講的話 會是說你到了那個地方去以後 你就是就從你入境開始來起算 那你如果說從別的國家這樣子走呢 真的由那個移民官他來做決定 那你到時候是不是說 我免簽證進來 你一定要有符合 譬如說你可能還要再回來的機票 或者是說你要有到那邊去旅遊 你有沒有保險 或者是說其他的相關的這個文件 這個其實是由這個入境的那個官員 他來做決定了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們真的要再去旅遊的話 要看看那個國家是不是免簽證 如果是免簽證的話 你們最好是坐飛機 千萬不要坐火車 因為坐火車或者是說你坐郵輪 或者是不是郵輪 就是說坐輪船或者是怎麼樣的進入的話 到時候會比較有一些的 這個不必要的困擾 尤其是現在這個難民的問題 移民的問題 已經把歐洲國家都已經搞得焦頭爛額了 因此他們在這個邊界的檢查上 現在都趨於非常的嚴格 因此如果你要去旅遊 我建議你們最好一定是要搭飛機 那至於說要搭飛機 那你這個需要的一些的文件 你還是要看看說要入境 免簽證國家的時候的相關的規定 謝謝 那至於剛才說提到這個郵輪的工作的問題 我想可能還是在這裡額外的這樣子討論一下 這個可能還是必須要你們自己 到時候去跟這個郵輪的公司 他們有郵輪的這些旅行社 或者是什麼公司 你們可能要自己再去找一找 然後問一問看看說是不是有什麼 可以適合你做的工作 因為我的了解就是說 當你坐郵輪的時候 像剛才這個他所提到 他在那裡畫畫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很令人驚喜 而且很意外的一個工作 那至於說其他的話 我們了解在歐洲的郵輪的話 他的這個裡面的工作人員 事實上他都已經有了相關的一些的規定 什麼人然後什麼國籍 通通都有他們自己已經安排好的 那是不是說可以像我們這個同學 這樣子分享到的 這麼樣的一個好的一個情形的話 這個可能還是要看看個人 自己去跟郵輪公司 或者是說是跟旅行社 或者是說其他的相關的這個單位 可以你們自己再去查問查詢一下 謝謝 抱歉 抱歉 那個再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處長提到的這個簽證的問題 他可以是很小的問題 也可以是很大的問題 剛剛處長提到 因為你拿的 譬如說你拿的是波蘭的入境簽證 可是你的入境簽證是打工度假 這個是基於雙邊條約的 這並不是歐洲的深更簽證 所以說剛剛處長所提的 你今天拿著度假的入境簽證進去 當你離開的時候 如果是從別的國家離開 那個簽證官 那個國家的簽證官 他可能就有裁量權 他就認為說 那你 你不是拿那個深更簽證進來的 他可以 他可以讓你走 他也可以讓給你麻煩 所以說比較保險的話 還是就從處長講的 就是說你要找到有那種入境 你可以免簽 用免簽另外一個簽證的方式 進去我走其他國家 這樣子會比較保險一點 可是我不是跟你說 這樣子不行或是這樣行 這個 因為簽證官的裁量權 還有各個國家的主權 他是有那個權限來裁量 合合法或不合法 依據他自己對於法律的解釋 就是請各位同學一定要注意 各位青年 我想如果等一下還有時間的話 可以私下再跟我們惠如 交友一下這個部分 或者是他說之後還有一個講座 也可以去聽聽看 有沒有其他的想法 那第三個加拿大會 我們就請駐華時間這邊來協助回憶 謝謝 原則上 原則上以加拿大打工度假身分 進去加拿大的話 他有一個期限 所以原則上就是期限到 你就必須要離開加拿大 但是有很多狀況 譬如說同學還想要繼續留在那邊觀光 或者是原本的工作 老闆很喜歡你 想要讓你繼續留下來當正職 有很多各種可能或是你想要繼續留下來 當正職的學生都有 所以當你身分轉換的時候 你就必須跟簽證部門 就是CIC去做申請你的簽證要轉換 所以其實不只是說你要打工度假結束之後 你要用免簽的身分留在加拿大 或者是你要用別的任何其他工作的身分 免簽的身分、學生的身分 就是不同於打工度假身分留在加拿大的話 建議大家一定要在至少90天 就是你的打工度假期限至少90天之前 可是我會建議更早 就是在你的期限結束之前 就要跟你所在的城市的CIC的辦公室做申請 有的是現象有的是什麼等等 可能你們要各自去CIC的辦公室來洽詢 總之不要到你的期限已經快要結束 可能在一個禮拜或兩三天就要結束 你才想到要做身分的申請 那這樣子你肯定是來不及轉換 那你就一定要先離境 就是起碼就是你到你打工度假的期限到 期限到的時候 你沒有其他身分的話 你就一定要離境 這樣才是合法的 那因為我是外交部門 我不是簽證部門 所以有關於簽證更細節 跟法律更明確的文字 我可以建議更會可以上 CIC.GC.CA 這就是我們簽證部門的官網 它裡面有分很多細項 包括工作許可 學生許可 也有包括打工度假 然後需要的文件 還有如果你打工度假結束之後 你想要繼續用別的身分留在加拿大 要怎麼申請以及申請需要同時具備跟提供哪些文件 网站上都說明的蠻清楚的 要不補充一下 就是各位同學或是各位青年們 你們在出國的話 一定要注意到這個簽證的問題 你的簽證如果預期停留的話 譬如說波蘭 你在波蘭或是說在歐洲國家 你度假打工你預期拘留 那個block以後你要去歐洲都很難 不是只有一個國家而已 就是千萬不要去預期停留 就如同剛剛加拿大的組長所講的 經理所講的 你可以去轉換身分 可以合法去停留在那邊 那各個國家的規定應該都差不多 但是不要去挑戰這個法律 因為你如果被鎖定了 你被放到黑名單裡面 你就預期拘留的話 你可能10年20年都還進不去那個國家 未來對你的工作 如果派移公司要派你去那邊去開會或什麼 會造成非常大的困擾 千萬記得 謝謝 再次感謝現場各位朋友的提問 還有台上各位代表的回答 那如果有剛剛有問題來不及回應的話 其實我們外交部有建立一個青年放眼世界的網站 裡面有把常見的問題都放在網站上面 也有提供相關的信箱提供給各位詢問 另外我們宣導手冊上面 其實也有列出相關的常見問答 以及如果你們要針對特別業務要做詢問的話 我們手冊上面也有提供聯絡方式 那另外有一點要特別提醒大家 是我們手冊裡面有一份很重要的資料 在手冊第141頁 141頁這邊有一個度假打工的行前自我檢核表 那裡面其實就把我們度假打工 行前所需要注意的各個事項 以及相關的資訊以及連接的網頁 都在檢核表為各位青年朋友做一個詳細 而且完整的一個整理 那所以真的是非常常的建議大家 如果說要出國度假打工前 務必依照我們自我檢核表 檢核一下有沒有什麼還沒有準備好的 那有沒有什麼可以再進一步了解的 讓自己準備好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那就謝謝各位今天的參與 也祝福大家可以安心度假 安心打工 謝謝 好 那就上次的大家今天就請個參與 那大家離開之前 麻煩幫我填寫一下活動的問卷 然後甚至再交給我們活動人員就可以了 對 那再次感謝今天的主辦單位 各位貴賓以及青年朋友 那謝謝大家參與 謝謝